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耶诞节对于欧美国家来说相当于我们的农历过年,单位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主要广场威尼斯广场Piatra Venetia的耶诞树近日却引发议论,因为佳节还没到,这棵树却已提早摇折,罗马人为这棵昵称为阿普Baldi的树进行哀悼之余,当局也表示要追查阿普英年早逝的真相。 外媒报道指出,这棵20公尺高的耶诞树是从意大利北部多罗迈特Dolomites运来,但运送过程未得到适当的包袱,结果在运帝,罗马没多久就干枯死亡,让罗马民众在推特嘲讽罗马的树是如此枯干。 宋达时即死亡,好比首读的现况,也有网友大探耶诞树啊,耶诞树啊,你的职业竟然如此可怜光秃,葬礼什么时候开始? 甚至有人宣称这是国耻,国家颜面禁食,也有人将这棵耶诞树比喻成马桶刷。 对于这棵花了市政府48000欧元,约新台币170万元的耶诞树,也有人拿它与五金运动M5S的持正线矿作对比。 另有一些环保人士及专业园艺人士则认为可怜的阿突是挪威云山,耶诞树如果是用欧洲的阴冷山这类更强健的树种,将会在开始落叶之前存活较长时间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